大家好,现在是2023年4月27日,欢迎收看今天中午的节目 今天上午从指数来说,互生指数是一个小幅反弹的表现 不过随着五一假期的临近,我们看到市场积极性有出现明显下降 这点我们从上午互生两市的量能上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同时,也是因为假期临近,短线资金汇集中自投和医药股避险的迹象也非常明显 另一方面,我知道有些操作风格偏激进的人,可能想去赌假日期间每一股的涨跌幅 但对这个博弈,我们并不赞成 我们认为,你与其博弈假日期间每一股的涨跌幅,还不如去博弈部分大宗商品在假期内的表现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,我们今天晚上再见,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